大家好,我是李教練 這是我的鄉下生活 現在是颱風天 暴風天已經靠近宜蘭 已經在宜蘭 很少宜蘭 那我們沒事幹 沒事幹 就...游泳 游泳嗎? 對! 因為颱風天沒有人 會來游 你多了裝備是不是? 這水很冷嗎? 很冷 這大概幾度啊,教練 看一下 20...23度 沒有 沒有啊 松樹門的 松樹門23 21 我們就先游啊 這樣一趟 這樣單趟大概是25公尺 啊,這是自然泳泉 就在我們家旁邊 走路就可以到了 我們這一個月 幾乎都在這邊遊蝶室 就是一天大概1000蝶 這樣子 就是晚上...早上一定會來 那晚上...晚上有 如果早一點沒事也會來遊 因為這是我們的鄉下生活 那家裡面如果有比較大件的 像地毯啊 然後像鞋子啊 我就會拿來這邊洗 就會跟那個婆婆媽媽們在這邊洗 就會在這邊洗衣服 然後在這邊還碰到我們一個就是... 就是阿嬤 阿嬤已經一百零歲了 就是碰到阿嬤的... 阿嬤的姊姊 阿嬤的姊姊 所以比阿嬤還要多歲 阿嬤一百零歲 阿嬤的姊姊的孫媳婦 對嘛,其實孫媳婦嘛 那個...這個阿嬤已經...已經過世了 就是這個阿嬤的姊姊已經過世了 但是我們阿嬤還在 每天會來游兩次 網上一次 外要五點多下班 外跟我來一次 那遠酒店每天要一千的別式 再游下去就變跌網了 那我一樣的這些 麻煩了 教練你一天要有多少碟式啊 這邊要有一千啊 一千哦 好爽哦 很舒服哦 歡迎大家 有空 可以來這邊 有有 红水 站在河流帮你拍片头 在小河流帮你拍片头 有点抽屜 丁度跳 丁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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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是拿啤酒才对吧 没有啤酒啊 真的冒烟了 你的水也冒烟了 真的都在冒烟了 太酷了 那个扇子 日本带来的扇子 这是古早味 体验古早味 生活 古早味变成 刚刚跑出一条信息 他说台湾啊 65岁没有退休啊 算常态 可是你40岁就退休了 休 休 哦 休休休 我们教练40岁就退休了 哦 我退休 因为他在40岁之前做好人生规划 他把 他把 很节俭 很节俭 然后把钱省下来 省下来之后 只要有一笔钱 例如说我存了100万 我就去买一个我100万买得起的 房利产 例如说是主地或者是房子 所以他就陆续陆续陆续 这样子买了一些房子 然后现在40岁之后 他就退休了 然后就把房子全部都出租 所以他现在就过这样的生活 如果你也想要在40岁退休 一定要很节俭 很节俭 很节俭 然后要把 买的那个房子 要买对地方 因为你是要出租 你不要买到那个 那个 青双 青双 那没人会给你租 所以你要 你要买到哪里 你要去买去 那个 蛋黄区 就是一定租的 处理的那种宝宅 要了解吗 是不是这样吗 好 对 讚 就是这样 谢谢你的观赏 请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